以往WebDuno會比較強調 我一定要連到Wi-Fi 現在從Beat這塊開始 到我們剛剛介紹的新的Web AI 現在都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像我們Beat這塊 你可以直接透過USB的線 用得跟Arduino一樣 等於說你不連上 不透過Wi-Fi 那我就直接透過電腦直接做連線 缺點當然缺點就是線料插著 就變成有線的方式 第二個 以往WebDuno都是雲端服務 它就是我不用裝任何軟體 就可以用 那現在從這塊板子開始 它有軟體 也就是說你今天我不透過雲端服務 我直接在電腦裡面 直接做也是OK 那尤其是 像有沒有老師有做過那個 比如說像WebDuno Smart開花板的初始化的動作 有沒有老師有做過 好玩嗎? 我常常在做 都是幫別人做 都是幫學校做 因為我常常覺得 老師沒有那個必要做這種一次性的動作 因為你做過一次之後不會再做 它後面有沒有更新就不需要用到那種方法 但是缺點就是我要做的時候很慢 為什麼? 一塊一塊點啊 一塊一塊設定 那在Beat這邊呢 它改善了這個方式 也就是說它還是維持你透過Wi-Fi也可以 但是你今天要更快一點的 其實你可以直接透過那個軟體 直接就取得它的ID 直接做初始化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都不想李老師 我都沒有 我給你的東西我都原封不動 以往你拿到上網課 拿到開發板的時候 我都是先幫你拆開 我已經設定好了 現在不用 所以這一塊我就要爛爛 老師自己嘗試弄看看 即使你們要取得它的Wi-Fi的設定 您也是可以直接使用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 因為它用USB的時候 不需要打入那個Device ID 像我們一般如果是用WebDuno其他開發板 我們都會有一個號碼 就是Device ID 代表這塊板子的 但是如果當你用USB的方式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用到那個 它就是直接執行 所以即使老師你沒有初始化 這塊板子也可以用 這是它的一個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第三個就是它 老師你利用這個時間好了 你去把這個軟體把它下載一下 在這裡 在簡報第13頁 簡報的第13頁 有一個安裝板下載 好像大概100多或200多MB 我點一下 只是比較可惜 目前是只有Windows版本 所以如果是Mac的 就還是維持原來的那個方法 就透過Wi-Fi來做設定 我看一下 沒有 89.9Mbps 所以應該還好 因為我們這邊的網路速度 應該算蠻快的 那您可以先把它安裝起來 先把它安裝起來 先把它安裝起來 它一樣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雲端的 那你會發現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那當然功能有一點點很小的差異 就叫做雲端部署 雲端部署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如果像我們 WebDuno它有一個 以前是有三種 就是雲端的編輯器 一個是給Smart 馬克一號 還有那個叫Fly 最早的Fly 這三個用的 一個是體驗版 一個是模擬器 一個叫做雲端版 就是這個要註冊的 那在註冊的那一個 那個版本裡面 就有推出所謂的雲端部署 也就是呢 老師的專案 你今天可以藉由他們的Server 去執行你的程式 你的電腦就關掉 就不需要執行 但是它免費版就是限制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六小時之後就停止 你要重新部署一次 那如果你要24小時的 可不可以 可以 一個月一百塊有三個專案 哈哈哈哈 就是付費了啦 就是付費了 這個OK啦 就看你的需求 好 那 網頁版主要就是多那個功能 那麼 安裝版就沒辦法 因為安裝版是在你自己電腦 去執行你的程式 所以跟它Server就沒有關係 好 OK 來這邊你看 我已經把它安裝完成了 那麼您安裝完成之後 您看一下您的桌面上 應該會多了一顆這個 多了這一顆 您打開之後其實就可以用了 它就可以去幫您做就是那個 您的板子的偵測 好 那第二個 在這個開發板呢 它還有一個特點 因為以前Webduno 它的模擬器跟體驗板 是分開來用的 也就是說你要進到不同的網站 好 不同的網站 那現在呢 這個bit這個版本 它是實體的 USB的 跟什麼 Wi-Fi的 跟模擬器 通通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一個地方 就全部解決了 這個是我覺得它 最棒的地方 因為以前我們也很建議它 這種 這個 這裡允許一下 如果老師有發現 有那個防火牆擋不住的話 以前我們就建議它 如果可以的話 是所有的元件都模擬在一起 跟真的 那我就可以馬上切換就好 所以在這個版本 它把它實現出來了 因此您可以看到 在這邊 來我放大一點 你有沒有感覺 如果老師曾經用過 其實使用方法都一樣 你看在這邊 有沒有三種都有 你要用模擬器的 就直接切換 要用USB的 要用Wi-Fi的 直接切換就好了 層次也不用再重寫一次 我就直接解決了 所以這個是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能如果老師 您曾經用過 Webdino其他系列 再來接觸這一塊的話 會比較不一樣 OK 所以您這樣看過之後呢 這裡雲端部署 我之前有寫一篇文章 有介紹 就在這裡 另外在我們簡報第16頁那邊 簡報第16頁那邊 這裡呢 它的特色 它的 之前的設計總監 就是那個張忠燕 忠燕 小燕 它有寫 有一個那個簡報 我特別把它留下來 您可以看一下 它針對 就是我們Webbit這一塊 因為它Webbit 大概推出三年 剛開始推出 我是沒有很看到 哈哈哈哈 因為覺得說 這個 感覺一個板子而已 然後要玩 好像燈又不太夠 就25顆 有時候畫圖案很難畫 可是呢 它在這一塊裡面 它做了很多的一個 創新也好 或努力 讓我們整個介面 變得比較好用 尤其它這一塊 其實它主要是針對什麼 來 您看一下 您看到這一個 應該就很清楚 跟Michael Beard一樣 是針對誰的 就是國中小 哈哈哈 但是高中時還是可以用 但是可能要比較偏在AI那一塊 比較AI那一塊 那剛剛給老師看到的這個Web AI這塊板子 它當然就是比較針對大專 大專啊 或者高中時 他們有對 尤其是AI 它已經把很多那個 比如說那個模型訓練啊 影像訓練也好 那些影像的AI辨識 它都可以通通在它的這個 就是程式裡面完成 也可以寫入到裡面來 這個是它比較特別的 所以它不同的就是屬性 有不一樣 那另外就是為了迎合這種 就是教育的特色 它在右下角這裡 欸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防疫期間 有一個網站裡很多老師在用 這種小怪獸啊 哈哈哈哈 Kleis Doodle對不對 嘿嘿嘿 上面很多怪物嘛 其實OneNote後來也有一個Oka Oka上面也有 也是跟那個雷虹 好 所以它就準備了這裡 那其實呢 在我們右手邊這一塊 這一塊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哪裡 在那個Webdino 以前開發板上的 叫網頁互動區 網頁互動區 這樣您就會比較熟悉的 上面就是我們模擬器嘛 左手邊就是我們開發的一個介面 那您再看一下這裡 OK 那 另外一個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跟我們 Microbit不一樣 它是彩色的 就三個顏色的 三色LED燈 所以它的顏色的變化性 會比較多一點 再來就是模擬器 模擬器 比如說我們剛有提到它有溫度 有這個光線 對不對 所以呢 在模擬器上 你就可以自己 用這樣的方式 去怎麼樣 就拖曳就好 就直接拖曳 你就可以在上面去模擬 那個 這個實際的一個感測的效果 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真的做也沒關係 那再來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積木的顏色 積木的顏色 這個它有下過苦心 我覺得確實這樣子方便很多 比如說你看 它的這個積木顏色是不是很多 那顏色太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要混亂 來我先找一個範例進來 好 你們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 顏色很多 這個搞不清楚 可是它的好處是 您仔細看一下 在這邊 這個顏色 你會對應到什麼 有沒有發現會對應到這裡 對應到這裡 然後是有沒有感覺到的 變數 有點跟Squatch一樣 但是它的顏色 好像又比Squatch多一點 嘿 所以如果說老師或是同學 他自己忘記的那個積木 是在哪一個類別裡面的時候 它透過顏色也很容易找到 我們之前的話 有時候會 就是有些積木 你可能會不知道它是屬於哪一個類別的 那我們透過這個bit 它這種顏色 積木顏色的設定 你可以比較清楚的去看到說 我要怎麼樣去呈現出 然後再來 這個當然還好啦 就是剛剛講到右下角那一塊 它的這個網頁互動區 它可以呈現的就會比較多 好 這裡 那再來還有一個 原本呢 我們如果說 你可能在Webduino那邊 是屬於付費的積木 Webduino那邊有付費的積木 有什麼? LINE 氣象 對不對 以前老師 我忘記 我以前不知道在哪邊 我們上課確實有買過 哈哈哈 但是呢 這些東西 你看一下 它有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擋住了 對對對 它有擴充功能 您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 1234 原本它屬於付費的 Google市場表 氣象資訊 LINE通通都在這裡 你不用付費 以前是你要花100塊 現在不用 那另外呢 它的擴充功能 也是做得比較好的 是你看一下右上角 我現在講的 雖然是軟體端 但是老師 在雲端板一模一樣 雲端板一模一樣的操作 你點到這個擴充 你們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 除了我們剛剛已經加入了四個 下面還有沒有影音互動 還有沒有物聯網的開發套件 所以它現在等於說 它不靠擴充套件賺你錢 它直接就給你 它要的是你拿去應用 所以呢 中間這一塊 您可以看到 在這裡 就是中間這裡呢 為什麼都會跳這樣 好 這裡 翻臨 擴充 有沒有影音互動的 它除了人臉追蹤 甚至你可以錄音 還有跟Squatch一樣 有沒有視訊真正 我記得Squatch好像之前2.0就有這個功能 你可以透過Webcam的畫面 讓我在裡面去偵測 你的動作 這裡面我們Webdinobeat也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 而且呢 它除了這樣給你以外 你看它在它範例這裡 這次老實講 我做簡報的時候很難做 因為那個 我們的小燕已經把 太多的應用程式 範例都做好了 我根本就不用寫東西 所以我要寫 我有時候反而有點 不知道怎麼插進去比較好 所以呢 其實老師 你光看它上面的這些 Sample就非常非常多 而且應該說幾乎每一個都有 每一個它所提到的這些功能 上面都有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 這個Micropeed它很方便的地方 那你看下面這裡 下面這邊 好 這裡 你看它有那麼多基本的操作 對不對 範例通通都便宜了 都在這邊 所以先從那些範例 您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功能 第二個 它的教學 又寫得非常完整 呵呵呵 所以呢 您如果有需要help 就是那個所謂的教學 右上角這裡不是有教學嗎 對不對 一按下去 你需要什麼功能 上面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這符合它的風格 而且最近那個小燕 她剛好卸下 就是她的那個創意總監嘛 那個職位之後 她自己還把Squatch 又做了大概150個範例 都是免費公開的 就是Squatch 老師可能如果 佛中祥在學校比較會 七月交到 她做的Squatch 然後還有一些 她總共要做五大項 就是這個Steam 這個教育有關的 她現在把課程提前做好 你的資訊可以 那個我可能待會查一下 因為我記在我的那個 張奧裡面 但是我還沒有把它放在外面 好 老師提醒我一下 我怕我忘記了 就是我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呢 這樣公開了之後 就讓大家又有更多範例可以用 而且都是很經典 好 教學 教學 教學怎麼樣 進不去 進不去 進不去喔 是 網頁好像 我看一下喔 是 網頁有問題嗎 應該是 應該是 server有問題 怎麼剛好 今天server有問題 這樣好可怕 那我們今天上課 我們今天上課 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太可怕了 好 其他應該都沒有 其他的那個 web版可以嗎 可以 web版應該還進得去 還好 太可怕了 來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可以把 三種方式 就集中在一個地方 直接操作就好 就虛擬的 真實的 跟USB 就直接集中在一起 那 這樣就OK 所以他目前就是 兩個版本 直接學習 那再來就是 你如果是安裝板 基本上更新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有新版本 他就update 可是 板子會不會有韌體更新 有可能 對不對 我們一般的那個 Smart開發板 也會有韌體更新 那那個韌體更新 老師 你現在很簡單 就是直接透過軟體端 就可以做了 所以為什麼 我們還是希望老師 把他的軟體端 稍微把他安裝起來 因為這樣你在使用 更新你就輕鬆很多 當然如果你一個教室 就是 你如果有準備了50片 這樣就比較困難 哈哈哈哈 也是要一點時間 那我Smart開發板 那邊 我相對這種的 我就比較快 如果我有注射起來 我可能看我多少條線 我就一次update 就好 所以各有優先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看一下這裡 好 新功能展示 這我就不用講了 這裡 這個就是待會 我們要請大家做初始化的部分 因為在軟體 大家可以直接做就好 好 直接做 對 老師那條線要注意一下 那條線有沒有 這個 這個你必須要用 可以傳輸資料的那一種 也就是我們現在以前 不是很多USB的線 就是只能充電 那一種不行 這個就是你一定要買 應該說用那個 比較好一點的 不然 你會發現 你連上去它就抓不到 好 那這個是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在 不要用剛剛軟體的方式 其實跟傳統方式一樣 就是像Webduno的方法 它一次就可以設定 三組Wi-Fi 在這裡 可以設定三組Wi-Fi的資訊 不過我們用軟體 是一次只能設定 軟體 也就是軟體打開 直接設定 也可以設定Wi-Fi 這樣就比較方便了 對不對 以前你要設定這個 我就想辦法連到那個板子上面去 那有些手機 或者你的環境 有比較好連的 Wi-Fi機器台 常常會連不到 那這個就比較方便一點 可是 它缺點就是 它沒辦法一次連三個 就是一次它只能問你一次一個而已 那各有優缺 各有優缺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請大家來做這一塊 那第二個 是你的檔案 以往我們Webduno用的 都是在雲端 所以你是不是都儲存在雲端 現在你可以下載一下 因為 如果你是那個雲端檔 就是雲端的那個平台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20個 就是專案是20個 那這樣有可能 您就會超過您的那個上限 那現在呢 它這個東西 你都可以把它 直接儲存起來 那相對的 不管是在電腦端 還是雲端的 它存下來是一個JSON檔案 JSON檔案 所以 您如果要打開的時候 就打開 直接從電腦端 就可以直接打開 當然它還是有 就是變成網址去分享 可是這個是只有瀏覽器版本才有 也就是說你瀏覽器才會有這個功能 你如果是 本機端的 透過電腦的 就是 儲存跟開啟 就都是在你自己電腦端 完全不連上網 這樣子 好 再來 超過多個板子也是一樣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Webdino本來就有了 再來就是 待會呢 你會看到它的介面 你看 要解釋九軸 有點困難 對不對 九軸到底怎麼動啊 你到底是動哪一個 可是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它現在因為要給比較低年級的同學看 所以它都把它圖像化 那你圖像化之後 其實我們在看 相對也比較明白 其實我對這些所謂技術名詞不了解 那你在使用積木的時候 我就選 用眼睛看就好 這個是它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好 然後呢 這裡 積木 現在呢 使用方式 也會比 傳統的那個 Webdino blocker 那個 再更簡化 有時候會一種 會一種錯覺 怎麼現在層次 就好了 我們原本積木 就算容易的 對不對 可是它又把很多功能 又變成函數化 又簡化了 所以呢 你幾乎就是不需要太多那個 你看喔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看這個 你要同時操作多個板子的時候 以往我們必須要在 如果老師有用過我們那個開發板 是要在上面做一個 勾起來叫做斜頭 對不對 或者是那個叫做 現在都不用勾 反正你拿一個板子 兩個板子 三個板子 他就知道你要一起控制 就可以一起控制 所以就很簡單 好 然後呢 我們再往下 往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個改變 跟我們在 一般 Webdino blocker上面的改變很大 因為 以往我們做無線 就是那個 重複 要偵測的時候 沒有這個選項 沒有這個選項 其實在交叉上面就會有點困擋 因為交叉也是 主行執行 所以因為你無線迴圈 就是不單純做 所以下面就執行不到 那現在多了一個 叫做背景執行 也就是說 勾起來之後 就好像我們寫了一個函數 丟在外面它繼續執行 那麼下面就可以繼續執行 這個對小朋友來講 解決很多問題 以前我們要做這個 你得自己去判斷 什麼時候要出來 什麼時候要進去 那現在它就是這個 勾起來就好 不管你這個積木有沒有 包在我們的模擬器裡面 或是那個開發板裡面 它都可以獨立出來用 那這個其實是 蠻方便的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好 因為以往它寫這個比較麻煩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是 它的簡報的26月這裡 以往你要做判斷的話 就要做很多判斷 現在是這樣子就解決了 所以它積木的簡化部分 其實真的還蠻多的 也就是說 它有考量到 同學在使用這個 上面 有想法 但是沒有做法 所以我們就透過 積木 簡化之後 讓它可以更容易 把它的想法 付出實踐 當然缺點就是 它也許對真正 程式 運作的這種 就是 處理的機制 可能不會像我們傳統寫的 那麼清楚 你什麼事情 該做什麼事情 什麼時機點 要做什麼 判斷 它也許就沒有 它就是很單純的 拿出來就可以用 就比較 傻瓜型 可是又 相對 節省很多時間 所以我把 就是我們 透過剛剛這樣 把 這個 Wikodino Bit 到底有哪些東西 包括擴充板 包括 它的一些特點 跟老師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請問老師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好 OK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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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